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五世紀 為何會出現衛星拍攝的航海圖呢 南美印加迷城的居民 為何會在一年之間消失呢 秘魯高原送的巨大線條 是不是外星人的機場呢 大金字塔的建築技術 為何到現在還是一個文 人究竟有沒有神奇的超自然力量呢 電腦主宰人類的年代 會不會很快就來人呢 十六世紀 法國語言壓落茶丹巴斯的語言 已經多了年年 最令人震驚的是 他很明確地說出 世界末日的年份和月份 還有五年 地球上的確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據我們手上的資料所得 很多都是發生在南美洲 所以我們特別派遣了這支攝製隊 去到秘魯迷城馬鼠比樹 嘗試探討一段神秘的故事 原本馬鼠比樹 是一個印加民間傳說 它的位置 合位於秘魯的安帝斯山脈上面 但是究竟在哪個山峰上面 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而唯一所知 就是一個位於兩座山峰之間 馬安營高地 馬鼠比樹 是十五世紀曾經顯赫一時的印加帝國王朝所建造 但是有無數的探險家根據傳說 幾乎找過整個印加首都 富斯科富林的山脈松樓 都毫無發現 直至一九一一年 耶魯大學的兵行教授 由兩個印第安人指引之下 成功找到這個傳說中的迷城 這個迷城 規模園線 有一百級文整的梯鐵 每一級長幾百尺 高十尺 而城裏面的房屋 全部都是用白花崗大石所造成的 根據研究 這些白花崗石 並非山頂原有的 是要從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搬來 而每塊大石都重達幾十噸 當時又沒有馬路 又沒有車輪的發明 那究竟這些印加人 怎樣將這些大石 從幾百里以外搬上山呢 的確不合適 另外 這裡的印加人 還懂得利用結兵的原理 將大石逼開 用來砌造房屋和城牆 並且利用一些石頭 例計算時間和觀測星象 好像這一塊石頭的四個角 還代表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可見當時印加文明 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不過你難以理解的是 這一個利用了九十年建好的城堡 住了不夠三十年 為什麼一群人 會突然間失蹤呢 就跟中美洲哥斯達尼加的 一個印加小部落的情況一樣 又沒有經過戰亂天災 在毫無原因之下 居民突然間一夜消失 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今天我想請幾位朋友上來 研究一下 到底一個文明 會不會突然間消失 曹博士 我想一夜之間 這裡比較誇張一點 很可能 你通常一個大型的建築物 或者一個社團 是有一個經濟的建築物 經過一個慢慢衰退的過程 似乎那些建築物又這麼漂亮 似乎不是慢慢衰退 一夜之間 我只管是誇張的 可不可能有某一些天災環環 譬如瘟疫 或者有些其他東西 那個巷 每個人都要逃離那裡 或者是 他們簡直是一夜之間 那些人都逃走 因為如果是有什麼天災 那應該有些屍體 或者一些殘骸 會找回來 那屍體未必找回來 那那些骨那些又怎樣 都未必是殘狼 全部都沒有了 小小痕跡都不會找到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每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部落 都應該有它的生命 它有開始 跟著有一個聖壯年的時期 跟著慢慢衰落 可能衰落之後 跟著就沒有了 變成就是這個輕盛衰落 除了人為的因素之外 也都很關乎一些自然的因素 另外我覺得原始少少的部落來講 可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令到人離開的 因為他們那個迷信 或者他們那個信仰裡面 可能覺得那裡 或者他們發現了某些啟示 那裡已經不可以再住下去了 住下去可能整個種族會沒有了之類 如果他們相信 如果他們相信有這樣的傳說的話 那他們可能就是 那個執法復者人 攻打殺木都不能排除 不可以排除 譬如某一個部族 攻打了它之後 但是它不願意留在這裡 或者將人俘虜回去做戰夫 那他不喜歡去看高地 那也有消失了 如果民族的復元是少 人數少 就很可能真的被殺了 也不明白 歷史上很多 比較人數小的民族 真的被殺了 可以一個都沒有錢 不過這個印加的迷城 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因為它是處於一個高地 有些石頭人不知道怎麼搬來 不知道為什麼會看到一個地方在這裡 跟普通在平原上 互相殺戮的情況 可能有一點不同 不過這個我們很難估計 但是始終我們都會看到 這是一個城堡 我們肉眼會看到 看到這個迷城 就是以前有一個傳說下來 然後終於有人找到 那到底他們為什麼走 大家都一直估計不到 但是接下來我想跟大家研究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要看一看一段片段 就是這個傳說 到現在都沒有找到 不過這個傳說 越傳越真 就是亞特蘭提斯的傳說 傳說中的亞特蘭提斯古城 是由於地學變動 而在一夜之間被洪水淹沒 對於這個古城最早的記載 是出自希臘哲學家 在柏拉圖的對話腦裡面 而根據後來的考古學家研究 他的位置 就在希臘愛琴海附近一帶 另外 根據美國催眠大師艾加基斯所說 當時的人相當之文明先進 還懂得利用太陽能 和精體的能量 就好像這個 據說擁有神奇力量的水晶骷髏頭 就充分表現當時的先進技術 好了 剛才我們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文明 會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 看完亞特蘭提斯 我又想問大家 到底在我們這一個 有了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 這麼長的歷史文明 以外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文明 曾經出現過 而可能因為天災 可能因為地學的變動 不知道怎樣 而是消失了 而這個文明 可能是跟我們現在不相伯眾的 我相信有這些 遠古有某一個期間 有某一個步驟 有相當的文明 這個不是一個奇 但是這個文明 跟我們不相伯眾 就未必 因為以衡量文明來說 是多因素 好像先剛才說 這個片段來說 他說用得太陽能 我們個個都知道 曬鹹魚都是太陽能 可以利用 所以你未必一定是同一個程度 但是你看出那個晶體 那個骷髏骨頭 就似乎它對這個晶體很硬 你要鑿它 就似乎你要找 是不是一種金屬呢 還是畫石頭呢 至少有這樣的韌力 但是這裡 在這樣來說 就是說他們有掌握過 一定的工具 就真的 Danny呢 我想 我們用那個字眼 畫一個 有這麼高度文化的古城 一夜之間 沒有了 我想這個字眼 我們經常這樣說 就會導致人 想它真的 遞豬起身沒有了 我想不是 譬如說地殼變動 地殼變動 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它才可以滅亡 其實不是一夜之間 沒有了 有一種學說 就是說 亞特蘭提斯 就不是在外琴海 而是真的在大西洋 因為大西洋的名字 是由亞特蘭提斯 變化出來的 那麼現在有些人 就在 美洲的東南海岸 北美洲東南海岸 就發現下面 有些好像是人類造的建築物 好像是一個大型的城牆 或者很闊的公路 那個形狀就不像是天然的 因為它的石是整塊正立方體 或者長立方體 就似乎不像是自然的坦物 就懷疑到可能是在冰河時期 就真是一個大洪水 就將這個亞特蘭提斯掩蓋了 也有些人說 比較很多古老的部落 他們也有一個傳說 是洪水的傳說 譬如猶太人有 有些美洲的少數部落有 但我們中國反而沒有 他說的洪水 情況是很吻合的 大家都 大概四十日到六十日到 這個不可思議的亞特蘭提斯 到現在都大家不能夠考證 但是不可思議的事仍然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忠唯一既不可思議 但是有一個忠唯一 因為我覺得既不可思議 我